叉叉 你这里在开拳 开拳开拳开拳 开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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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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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没有关系 下来单身的 因为我住在基隆的市区 所以我没有看到绿地 都是建筑物 那时候也想要带小朋友 去公园玩 可是我真的要带小朋友 去公园的时候我发现 我怎么转 我都看不到公園 小空地的公園 可能會隱藏在街道裡面的住宅裡面 會有一塊小空地 可是它沒有樹 它就是一個空地裡面擺一個郵具 小朋友可能玩一玩就好了 就結束了 可是我花了好多時間來這裡 所以那時候我開始 慢慢地往台北公園跑 然後我記得有幾次 那一些姐姐們就會問她說 那妳明天要不要再來玩啊 我就覺得我住基隆 我們明天不能來這樣子 再記得有一次她就是有跟我說 我剛剛說再見的姐姐 是我再也不會見面到的姐姐了 那句話妳會讓我覺得好難過 就是妳是不是應該在自己的城市裡面 也有這樣子的空間 公園是陪伴著我跟我孩子 一起成長的地方 我跟我孩子就是經歷過很多個溜滑梯被拆 當不是拆到妳家的時候 妳都會覺得還好 直到我看到了我家那一座被拆 就驚覺到說哇這件事情輪到我們家了 那如果我再不做些什麼事情 我跟孩子的回憶就會消失了 我還記得我在記者會講的一句話 我已經失去了我們家前面的溜滑梯了 如果妳們願意站出來的話 妳們家也許就保住 那妳們願不願意站出來 當我們一喊出來的時候 那一天我就記得是 進百位的親子們 就在記者會裡面把孩子帶出來 大家都想要做點事情 我們就開始踏上這個旅程了 2015年台北市有32萬的兒童 卻只有30組秋千 低成本 低遊戲價值 低挑戰 低功能 我們從喊 防握摩石子六話題 喊到請還給我一個好好玩的遊戲空間 我們找議員陳情 我們拜訪里長 跟他說孩子需要些什麼 我們在公園 就把自己的簡報印成A4 就一張一張獎 只要我一翻到那個國外郵局 小孩全部都會衝到前面 說媽媽 我要玩這個 我要玩這個 我們就一直不斷地去說服這樣的理念 剛開始倡議那個階段 我覺得最辛苦的就是 大家就會覺得 你們只是一群人在murmur 所以那時候開會 都是我們帶著小孩出席 因為公園都是妳在玩 不是我在玩 必須是要有妳跟那些大人 就說妳想要玩什麼 我們剛開始問孩子的意見 大人就會說 孩子永遠都要要鞦韆跟話題 可是我們從來都沒有想過 為什麼孩子是能回答鞦韆跟話題 我們怎麼看帶兒童是一個獨立的課題 他知道他的聲音是可以出來的 而且是大人會聽的 而且是在下一次他還可以被實踐的 不僅是成長了我自己 也成長了這一批孩子們 在爭取的過程中 我們一開始就會找很多兒童心理師 智能治療師一起進場 他們會知道說 小朋友在每一個不同年齡發展階段 他們有他自己適合的高度的挑戰 這五年一直重複在講很多事情 不一定大家都能懂 可是如果我們重複的一直說 總有一天這個台灣社會可以不懂 所以這個書在提醒的初衷中 還有也要喚醒很多人 還沒有開始的初衷 我們其實沒有太多的時間 可以坐下來好好的寫字 有時候寫字寫一寫 就會被小孩拉去 就十點多沒睡覺 然後就要去念小孩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問說 我們到底幹嘛要這麼做 然後每次在遇到這種挫折的時候 就會想要解散或放棄 我們從來沒有放棄過 對 從來沒有放下 因為每放棄一個就會想到 有一群小孩就只能靠我們的那種信念 當一座一座的新的公園開起來的時候 大家發現 特工蒙講的不是假的 六年來的正如有一些改變 這裡面的多元的遊戲空間也慢慢變化 有開始有數了 摩世子滑梯也回來了 高的溜滑梯也出現了 高的攀爬架也出現了 這就是特色公園裡面 中日的擁擠人潮 特工蒙不是只是要 摩世子溜滑梯 也不是要只是一個 一場場的遊戲潮 我們要的是孩子在這個空間裡面 不要再被影響 看著台北市的公園 慢慢地改變 從一個塑膠遊具 變成一個大船的遊戲場的時候 就覺得很震撼 當它改完之後 你會看到沙坑裡面都是孩子 然後可能國高中生 他也會去流那個摩世子話題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感動 這些推動倡議的過程中 其實每天都在挨打 然後每天都會碰到那種 就是很讓你受挫的事情 1 2 3 但是偶爾你去公園玩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如果沒有這五年來的話 台灣的孩子的童年 會長得非常的不一樣 那時候你就會覺得說 我們好像做了一些 還滿重要的事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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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笑了嗎 加油 他回家了 他回家了 這個公園它 像現在我們在這邊大太陽 可是其實遮蔭都有遮到 然後那個 陰影的變化 跟太陽照的變化是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是人工遊戲場 很難給孩子的 希望他每次來的時候 對這個公園都有不同的感動 或不同的發現 然後也會有不同的玩法 對這個公園是一群很特別的女性 大家都知道彼此的困難點在哪裡 大家都會很溫暖的給你一些很多的力量 我覺得我在做我喜歡的事 接下來的生命 可以把時間花在覺得看得到價值的地方 我當然愛我自己的孩子 但是我也愛所有的孩子 我只是為了我自己的孩子而已 我是為了我周圍所有的孩子這樣 我們能不能用遊戲來守護我們孩子的童年 我沒有辦法講特工萌要做什麼 我會想像就是說 這件事情變得很日常 然後特工萌就可以解散了 我送你這一步 媽媽你要最好 媽媽你玩最好 媽媽你笑最好 媽媽你很好 xed 演唱器